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支点 关于财务评价指标 那这个支点呢 涉及到一系列的财务评价指标 这些指标都需要同学们 知道它的计算公式 知道它的经济含义 好 我们看下面这个表 下面这个表对各种不同的财务指标 进行了分门别类 好 第一个问题 如何进行分门别类 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解决的是 下面这些指标 可以评价企业哪个方面的能力 常债能力 营业能力 营业能力 发展能力 各种能力 它的评价指标各不相同 对于常债能力来讲 被分为短期和长期 短期常债能力 有流动比例 有速度比例 长期常债能力 资产负债率 产权比例全已成熟 那么营运能力呢 营运能力是一系列的周转率 你看 总资产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是一系列的周转率 那么营业能力 营利 营利为的是赚取利润 所以营业能力指标 那一定和利润相关 营业净利率 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净利率 都和这个利润相关 那么发展能力呢 有营业资产率 有资产积累率 好了 这个表 你们首先要把它以搞定 分门别类 注意一下 这些指标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看一下第一个 关于产材能力的比例分析 那么涉及到产材能力 它的一些具体指标 刚刚同学们已经有所记忆 那我们现在回应一个问题 对于产材能力来说 主要是学了哪些方面的能力 哪些方面 一 还 利息 二 还 本金 所以我们把前面的学的内容呢 简单的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 在 1020 曾经谈到过 常债能力的评价指标有哪些啊 除了刚才谈到的 我们流动比例 受动比例 资产负债力 另外还有三个 第一个 借款偿还期 千万不能忘啊 不能说学了后面 还把前面忘了 有了新朋友 那不忘老朋友 好 借款偿还期 这个指标 现在呢 实际上用的很少 基本上没啥用 第二个指标 叫做利息被复利 利息被复利 它应该是 稀岁钱利润的EBIT 在出于利息 利息被复利 同样是 常债能力的指标啊 第三个 还有 常债被复利 反映的是 支付利息 偿还本金 它的一种保障程度 怎么计算 EBITDA 稀岁钱利润的基础上 再加上折旧 再加上贪销 再减去企业所得税 做分子 分母呢 当期还本付稀的金额 好了 这些指标 这些指标咱要有所回忆 当然在这些指标的基础上 我们还会写什么流动比例 速度比例 资产负债利 产权比例 权益乘数的 看一下这一部分具体指标的基设 首先是短期常债能力 短期常债能力 那顾名思义 需要常复的是短期负债 对于短期负债来讲 那不就是我们的流动负债吗 所以 涉及到短期常债能力的指标 那都和流动负债相关 刚才我们说 有两个 一个是流动比例 一个是速动比例 既然这两个都是比例 所以这两个指标 一定都有分子有分母 有分子有分母 涉及到两个要素 其中一个要素 那一定是流动负债位 还有一个要素 那咱就顾名思义 流动比例 另外一个要素就是流动资产 速动比例 另外一个要素 那就是速动资产 你看像这些指标 还需要死基因对吗 不需要 要理解 来我们看一下 关于流动比例 流动比例 等于流动资产 除以一个流动负债 看下面的说明 表明了每一元的流动负债 有多少的流动资产 可以作为常债保证 是对短期常债能力的 粗略估计 适用于同行业比较 以及本企业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 为什么适用于同行业的比较 因为它是一个比例 排除了资金规模的影响 大企业小企业 无所谓啊 你的资金规模多 我的资金规模小 我们不是比较绝对金额 我们比较的是相对比例 过去认为 生产性行业合理的最低流动比例为二 比较合适 现在呢 有下降的趋势 那么生产性行业呢 平均应该为二 你们想想 为什么不是一 为什么不是一 好 对于流动资产来讲 它的类别很多 你比如说 典型的有现金 有应收账款 或者应收票据 应收项目吧 当然还有存货 当然还有其他的 那么对于这些流动资产 是不是都可以马上用来还债 不太可能了 你存货怎么还债 存货不太可能用于还债 所以 对于这个流动负债 我们都要用真金白银来予产妇 基于此呢 这个流动资产 至少应该是流动负债的两倍 可能比较合理一些 那现在呢 随着这个生产经营的进行社会的发展 很多企业抗风险的能力 相对都比较强一些 所以这个指标 现在呢 有下降的趋势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速动比例 根据刚才提及的思路 速动 速动 那它的分子 就是速动资产 用速动资产 再属于一个流动负债 速动资产 做这个什么样的东东 对于速动资产 那是流动资产的一部分 速动比例 比流动资产 更加的保守 就速动比例来说 在进行评价短期常债能力的时候 比前面的流动比例要更加保守 那 看一下速动资产 它的计算 速动资产 等于流动资产减去存货 也等于货币资金 再加上交易性金融资产 加上运收票记 加上运收账款 再加上其他运收款 第二个公式 A屯们可以不用记了 太麻烦 咱就记住一个结论 结论就是 在流动资产当中 典型的一项存货 不属于速动资产 需要在流动资产当中 把这个存货给它扣掉 为啥 因为存货偿还流动负债 这本身就不太现实 举个例子吧 一个企业欠银行三百万 下个月就到期 现在其他的资产都没有 只有账面上三百万的存货 下个月银行来吹款 就被银行说 你去看我的仓库里面 有三百万的存货 什么存货呢 假设生产的是牙膏 有三百万的牙膏 你到处拉走就行 银行说 谁要你的牙膏 三百万的牙膏 我把这些所有的牙膏 都发给我的员工 那还是你 还是你大堆呢 那第一个 不太容易变现 变现会存在很大的问题 所以债权人不愿意接受 第二个 你账面上说三百万 那就三百万了 那仓库一打开一看 哟 这牙膏 有一半都已经过了保值期 有一半都已经浪费了 很有可能市场上 最多值一百五十万了 基因此呢 得到一个结论 厂环流动负债 这个存货呀 很不靠谱 很不靠谱 就把它去掉 看下面的说明 表明每一元的流动负债 有多少的速冻资产 作为常债保证 今天认为 速冻比例为一 就说明企业有常债能力 该指标越低 企业的常债能力 那当然就越差了 好 速冻比例 流动比例 两个指标 速冻比例 更加保守 当然下面这道 多项选择题 分析企业 在我清偿能力的时候 可以列入 速冻资产都有 刚才的结论 朋友们记住了吗 存货 这可不属于 速冻资产 所以你这要题 把存货去掉 剩下的随便选位 怎么选都得分 关键是 能不能得权两分的问题 不笔资金 应收票计 应收账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些都属于速冻资产 A B C和D 好 看第二道题 第二题 单向选择题 通常情况下 速冻比例 应该保持在 什么以上 说明起 具有相应的常债能力 速冻比例 通常应当保持在 100%以上 至少你这个 速冻资产 能够满足 短期资金 属付的需要 选B 选B 这是第二道题目 好 看2019年的这道 单向选择题 在流动资产总额 一定的情况下 关于速冻比例的说法 正确的是 前提条件 流动资产的总额 是一定的 那 速冻比例怎么算 速冻比例 速冻资产 出一个 流动负债 速冻资产 应该是 流动资产 再减去存货 这个公式 朋友们没忘记 再属于一个 流动负债 来 我们记这个公式 看ABCD 选A 预付账款 在流动资产的 比例越低 速冻比例就越高 好了 那现在 流动资产 一定的情况下 存货 一定的情况下 上面的这个 速冻资产 就不会变 既然这样 速冻比例 那不也不会变吗 不管你的 预付账款是多少 无所谓啊 选A 抽 接下来选B 存货 在流动资产的 比例越低 速冻比例就越高 好 说的是 存货 越低 存货越低 我们分子的 速冻资产 那不就越高吗 在分母不变的情况下 分子越高 分母不变 整个分数值 速冻比例就越高 想必 没毛病 正确 存货 C 应收账款 在流动资产的 比例越高 速冻比例越低 选D 交易性 金融资产 在流动资产的 比例越高 这个速冻比例 就越低 这都是错误的 选项A C和D 其实上 都不影响 速冻资产的数额 进而 不会影响 速冻比例 这个指标 所以这题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选择选项B 好 19年的单项选项题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关于长期常在能力分析 好 谈到长期常在能力 同学们第一反应 我们分析的是 非流动负担 对吧 因为长期常在能力 用的是长期负担 但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咱的第一反应不对啊 我们现在长期常在能力分析 主要分析的对象 那是负债总额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你考虑长期常在能力的时候 必须要把流动负债 这部分考虑进去 流动负债的多 流动负债的少 会影响长期负债的 一个资金偿还的问题 所以对于长期常在能力 我们站在负债总额的角度 来于考虑 三个指标考考同学们 自己马上就说出来 哪三个指标啊 刚才让同学们记嘛 一资产负债率 二产权比例 三权益陈数 好 这三个指标到底 是如何来进行计算 计算公式到底怎么样 来看下面这个图 下面这个图 那是资产负债表的一个简表 资产负债表 反映了三个要素 总资产负债 还有所有的权益 总资产 在我们资产负债表的左侧 那右侧呢 上面是负债 下面是所有的权益 好 在这一块 把三个长期常在能力的指标 有所劣势 资产负债率 反映率率和权益陈数 好 他们这儿的计算指标 我个人认为 你可以根据 资产负债表的简表 自己来进行一个形象的记忆 来 我们先不看这一块 我们对自然负债表画几条线 第一条线 这样画 那是从它的最左上角 和这个点之间连一条线 这条线 红颜色 你们看见了吗 红颜色 黄颜色的这条线 这样一连 请你把你的脖子 就向右面一偏 向右一偏 分子那就是负债总额 分母那就是总资产 好 这也是第一个指标 资产负债率 那资产负债率 你也可以看 它这个比例 有负债 有资产 又是一个长期常在能量指标 一定分析的是总负债 所以我们得出来 它的计算公式 负债总额是一种资产 第一条线画完 咱没完了 来 画第二条线 画一条水平线 刚才你的脖子是向右偏 现在请你震过来 把脖子震过来 震过来一看 对于这条另一颜色的线来说 上面是负债 下面是所有者权益 两者相比 又叫做产权比例 当然 对于所有者权益来讲 对股份有限公司 又叫做股东权益 所以有的是这两个指标 来通用 本则终于教材的 这个思路 这还是叫做所有者权益吧 好了 这是第二个指标 接下来第三个指标 你的刚才的脖子 向右面先了 又震过来 来 现在向左一肩 向左一肩 看红颜色的这条线 它的上面是总资产 下面是所有者权益 这得到第三个指标 叫做权益陈述 总资产 再属于一个所有者权益 好 来 朋友们 马上思考一个问题 那是 如果资产负债率 是60% 请你来计算权益陈述 产权益比例 各是多少 按下视频的暂停键 给朋友们两分钟 来计算一下 看能不能计算出来 和我的结果是一样的 好了 两分钟过去 来 我们看看 对于资产负债率来说 是60% 说明负债占了60 资产占了100 那两则相处 60% 根据资产等于负债 加所有的权益 那对于所有的权益来讲 那一定是40 来 看一下权益陈述 权益陈述 应该是这条线 权益陈述 总资产再是一个 说的权益 两则相处 权益陈述 1.5啊 2.5 2.5 2.5 那现在 产权比例 这条线 水平线 上面负债 下面说的权益 两则相处 那就1.5啊 对吗 对的 往下走 看下面这条题 某企业 资产总额年末数 为 116万 3150元 哎呀 这个数字 咱就念下去啊 流动负债年末数 为 168,150元 长期负债年末数 是 20万5千元 好 年末的资产负债率 是多少 资产负债率 一定是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 再出一个总资产 千万不要认为 资产负债率 是长期长债能力的指标 就只用长期负债 不是啊 总负债 总负债 既然如此 流动负债 是 168,150元 再加上 长期负债 20万5千 这啥 这不就是总负债吗 总负债就分为 流动负债和 长期负债 有了总负债 再属于 直接告诉的 资产总额 116万 3150 拿出计算器 自己噼里啪啦一算 哦了 选D 好 这是单向选择题 来 我们看看刚才的指标 所涉及到的如下说明 说明一 从企业再选人的角度来看 资产负债率越低 说明企业 产负债能力就越强 资产负债率越低 产负债能力就越强 从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角度来看 通常希望该指标高一些 为啥 从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角度来看 如果说这个指标越多 说明 我们资产当中 由负债来满足的部分就越高 那也是 用 资产人的钱 来赚我们自己的利润了 好事 好 这有利于利用财务杠杆增加 所有者的获利能力 但资产负债率过高 其他财务风险就会加大 什么叫做财务风险 对于财务风险 那是 还不起本 付不了虚 这样的风险 你看 你借钱越多 还不起本 付不了虚 这样的概率就越高 财务风险就越大 一般来说 该指标为50% 比较合适 有利于风险 与收益的一个平衡 说明二 产权比例 表明每一元的股东权益 相对于负债的一个金额 权益成数呢 表明每一元的股东权益 相对于资产的一个金额 像这些 像这些 像前面的这些 你都不用看 为啥 因为你把指标的 指标的计算公数知道了 这些结论 那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你看产权比例 产权比例负债 再除以一个 股东权益 或者所有的权益 假设等于0.5的话 那不就说明 你每一元的股东权益 所对应的 那就是0.5元的负债啊 好 这也是 像这个结论 来 看一下2018年的 单向选择题 能够表明 每一元的股东权益 相对于负债 就要的财务分析指标 是哪个 你一看 马上就确定 对于这个指标来讲 两个参数 一个是股东权益 一个是负债 那么 对这两个参数 形成一个比例 那应该是什么比例呢 那一定是 负债 除以一个股东权益 这两者相处 那不就是 产权比例吗 正确答案 选D 好 这是18年的 单向选择题 好 谈到这儿呢 我们的常债能力分析 分析完毕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关于营运能力的比例 那涉及到营运能力的比例 就算的是一系列的周转利 有哪些呢 总资产周转利 流动资产周转利 存货周转利 应收账款周转利 什么叫周转利 举个例子 比如说 现在呢 有个企业 它的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假设是300万 为什么有这个营业收入 因为我们投入了相关的资产 投入了相关的资产 对这些资产进行运营 我们才有了营业收入 好 一年的营业收入是300万 假设我们投入了资产 投入的总体资产呢 是100万 你可以这样想 我们资产呢 投进去以后 运营这个资产 现在资产一出去 然后一回来 就相当于 我们有了收入100万 然后再出去 再回来 那有了收入 又是一个100万 那么一年下来 我们这样周转 能够周转多少次呢 能够周转三次 能够周转三次 至少 因为你的营业收入是300万 那么我们的总体资产 是100万 所以两者相处 我们的总资产周转率 那就应该是三次 好 听门想 你希望这个周转率 是越高越好 还是越低越料 当然是越高越好 那如果说这个周转率 越高 是明我们用有限的资源 干了更多的事 比如说 假设 这个总资产周转率 是五次的话 那么同样投入的是 100万的资产 那一年营业收入是500万 那当然是好上 所以对于营业能力来说 对于营业能力比例来说 主要体现的是 一系列资产的周转率 你看流动资产 存货 营举账款 这不都是资产吗 好 他们的计算公式 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来 看下面的 对于总资产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还有营举账款周转率 那么 他们的一个计算公式 可以归纳一下 那一个是分子 主营业务收入 分母呢 是某某资产 那什么某某资产啊 顾名思义呗 总资产周转率 分母就是总资产 流动资产周转率 分母就是流动资产 存货周转率 分母就是存货 应收账款周转率 分母那自然就是 应收账款 好了 在这个地方 看看下面这个提示 由于分子 这个主营业务收入 这是一个实期数啊 假设一年 自从1月1号 累计到12月31号 那么 对于分母这个资产来讲 是个实点数 到底是七末 还是七数呢 那为了 和这个分子的实期数 进行配比 所以分母这块啊 我们最好 用的是七出七末 一相加 变成一个算数平均 好了 这是 它的一个周转次数 最重要就是周转率 周转率 一个是一年当中 周转了多少次 下面呢 有一个周转天数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 假设一年360天 总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 等于三次 说明啥 说明这个总资产啊 咱一年周转三次 然后反过来问 这个总资产周转一次 需要花多长时间啊 一年360天周转了三次 那周转一次 那不就是 360再除以3 等于120天吗 周转一次就需要花120天 所以 它的周转天数 用计算器的天数 再是一个周转次数 再是一个周转率 OK了 某宋企业当期 属于业务收入 是9000万 期数存货 4000万 期末存货 2000万 则存货周转次数 可以多少 好了 存货周转次数 计算的就是 存货周转率 它的分子 应该是 9000万 属于业务收入 它的分母呢 它的分母 分母存货是一个十点数 告诉了 期术和期末 算数平均 7出 4000 期末 2000 你加起来 可千万不要忘 再除以2 这样呢 正确答案搞定 选择 选项C 好 现在再问同学们问题 把这条题改一改 改成 当年 私工企业当年 主营业务收入 是这么多 是这么多 好了 请大家来计算 这一 存货的周转天数 存货的周转期 是多少天 那是不是 我们应该 用一年的365 再除以 刚刚计算出来的 周转率3 这样呢 得到每一次 它的一个周转 此期 就是 它的一个周转天数 好了 看第二道题目 多项选择题 某企业2015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 12.6 2016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 18.9 下列 分析评价正确的事 好了 对于 这两年来讲 把应收账款的周转率 都告诉 那能不能就算 它的周转天数 可以啊 因为 每一年365天 这个周转率 说的是周转了多少次 用 365 分别 在除以 它们的周转率 那一个呢 是12.6 一个呢 是18.9 就得到 它的一个周转天数 这样出来 A和B A和B 都是对的 好 接下来 看下下面的 这样 C 企业的信用政策宽松 好 那你就来想一想 这个应收账款周转率 怎么算 它应该是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再是一个应收账款 好 那这个应收账款呢 应该是一个平均余额 好 现在 对信用政策 是个什么样的东东 我们在后面 2080会涉及到 信用政策宽松 通俗的来理解就是 那 对于张三李舍 王二马子 如果来买东西 行 你们都可以先 来进行收购 东西拉走 然后呢 钱以后再说 我做账 就做应收账款 如果这个信用政策 比较严格 张三李舍 王二马子 一来 我来看一看 对于张三李舍 可以用车购 你王二马子 你平时这个人品不咋样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如果信用政策 比较宽松 应收账款就比较多 应收账款就比较多 如果信用政策 比较严格 应收账款就比较低 那说的是 如果企业的信用政策 宽松了 信用政策 如果宽松了 那应收账款 应该比较高 应收账款比较高 你再结合这个事实 在其他因素 不变的情况下 应收账款比较高 那 它的应收账款周转率 应该是下降 而不是上升 结果你一看 15年是12.6 16年是18.9 证明 应收账款的周转率是上升了 而不是刚才我们推出来的下降 选项C 说法错误 当然对这个选项C的表述来讲 应该表述的更加规范一些 我们表述为 相比于2015年 2016年 企业的信用政策宽松了 这是错的 选项D 企业在应收账款管理方面 成绩显著 选项D什么意思呢 应收账款管理方面 成绩显著 说明我们这个钱 应收账款那个钱 那是能够尽早的收回来 能够尽早的收回来 那是不是我们的应收账款的 周转天数就少了 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少了 2015年29天 2016年19天 选项D当然是正确的 应收账款管理 如果管理好了 那么原来是29天 才能收回应收账款 现在19天 就能把相应的资金收回来 当然 其他人D没问题 其他人E 企业在应收账款方面 存在失控的问题 错 其他人D你都选了 其他人E 你好意思选了 人家成绩斐然 成绩显著 怎么可能失控呢 所以正确答案 A B和D 好 这是多项选项题 很有味道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个方面 关于盈利能力比例的分析 盈利能力 那一定涉及到利润的上 所以涉及到盈利能力的比例 一定和利润相关 看下面的表述 盈利能力指的是企业赚取利润的能力 一般来说 企业的盈利能力 只涉及到正常的营业状况 因此 在分析企业盈利能力的时候 应当排除如下的这些 偶发性的因素 哪一些呢 正确买卖等非正常经营的项目 这是不正常的 今天可能赚 明天就可能赔呢 没有必要 纳入盈利能力分析 已经或者将要停止的盈利项目 面向未来就没了 没了你还分析它干嘛呀 第三个 重大失误或者法律更改 等特别特别项目 像这些都是偶然性的 第四个 会计准则或者财务程度变更 带来的一个累计影响 这个是不可抗力 是我们内部管理人员 无法决策的事 这些都应当 从正常的盈利能力分析当中 踢数 我们18年考的就是这个饼 为了客观分析企业盈利能力 收集相关分析数据的时候 应当排除的项目 A 正确买卖等非正常经营的项目 排除 B 新开发刚投入生产的经营项目 这可不能排除啊 面向未来 它对这个企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啊 C 已经停止或者将要停止了营业项目 这应该排除在外 面对未来它不会影响 目前属于亏损状态的经营项目 是你的正常经营项目 咱当然不能排除啊 那我们说盈利能力盈利能力 不能只关注我们的收益啊 还得关注我们的亏损 亏损那不就是负收益吗 嫌疑 快据准则变更带来的累积影响 这咱不能考虑在内 所以正确答案 A C和E 18年的多选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三个具体的指标计算 第一个呢是营业净利率 哎 不要看后面 不要看后面 同学们来说一下 这个营业净利率到底怎么算 首先它是一个比例 就有分子有分母 分子分母两个要素 一个是营业 一个是净利 净利是啥 净就是净利润 而营业代表的是营业收入 所以它的计算公司 净利润 属于营业收入 就要使劲一杯吗 不需要 只需要顾名思义 那这个指标越大 营业业门利 当然就越强啊 下面 净资产收益力 净资产收益力 它是一个比例 那么分子是收益 分母是净资产 分子的收益 分子的收益 在这儿呢 净资产所对应的是 净利润 分母呢 是净资产 接此 后来接上公司 净资产是一个 净利润是一个净资产 所以他说 这个净资产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东呢 净资产 这应该就是 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 好了 朋友们 马上想到一个问题 诶 我们在前面的1020 曾经谈到一个指标 叫资本金净利润率 资本金 净利润率 好 这等于净利润 再出一个资本金 对于这两者来说 对于这两者来说 是不是一个指标呢 不是 那这两个 这两个指标 那是大同小义啊 大同 都是站在投资的角度 来进行分析的 并且他的分子呢 都是净利润 小义 在分母 对于资本金净利润率 分母是资本金 而我们这个地方 是净资产 净资产是所有者权益 那所有者权益 包括了 持收资本 资本攻击 盈利攻击 未分配利润 等等等等 好 而我们的资本金呢 往往体现为资本 那持收资本 资本攻击 所以 净资产 它的概念 要有这个资本金的概念 要更大一些 当然我们考试呢 可能不会做 太过于严格的区分 它就会直接告诉你 相关的指标 让你直接带入进行计算 对于净资产收益率 这是反映企业 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 为啥 因为对这个指标来讲 这正在投资者的角度 反映 它的获利能力 好 我们后面的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就是以这个指标 来预计展开 接下来 总资产净利率 我不说计算公司了 你们自己顾名思义呗 净利 净利润 总资产没问题 所以它是净利润 除以总资产 好 看下面的提示 对于总资产净利率 这个指标 总资产净利率 这个指标 这个指标越高 表明企业资产的利用效率 就越高 同时也意味着 企业资产的盈利能力就越强 越高越好 好 看下面的题目 某公司期末会计报表资料显示 资产总计 期出是100 期末120 负债合计 期出45 期末35 公司的利润总额25 净利润20 那净资产收益率是多少 好了 首先 净资产收益率 它的分子 应该是净利润20万 分子先搞定 这儿的利润总额 咱不需要 25万 让它一边量快去 接下来 分母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分母是啥呀 分母是所有的权益 第二问题 分子是一个十七数 经历论是十七数啊 分母 那应该是个十点数 所有的权益是个十点数 所以七数期末要算数平均呢 好 那就一次 七出的 所有的权益 应该用七出的 资产100万 再减去七出的负债 是四十五万 这是七出的所有的权益 再加上七末的所有的权益 那七末 它的资产是120 它的负债是三十五 这样呢 七末的所有的权益搞定 七出 七末所有的权益一相加 然后再数于二 这是所有者权益的一个平均值 好了 两者相熟 都是体力活 这么下去自己算 算出来 正确答案 选C 好 这是这道单向选择题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发展能力的分析 发展能力分析 两个指标 一个是营业增长力 一个是资本积累力 营业增长力 这不用多说 几个历史 同学们如果能够计算出来 那就过了 企业去年营业收入二百万 今年营业收入三百万 请问营业增长力是多少啊 你马上就能算出来 随口一说 正确答案就来了 那它的一个营业增长力 不就说百分之五十吗 今年相比于去年的增长额 是一百万 再数于 以去年作为基础 一百万再数于二百万 百分之五十啊 好 对于增长力如果大于零 表明本期的营业收入有所增加 指标越高 增长越快吗 接下来资本积累力 对于这个资本积累力 这儿的资本 指的是所有者权益 指的是所有者权益 这儿的资本呢 又指的是所有者权益了 好 那么 企业本年所有者权益的增长额 同年初所有者权益的比例 看下面的题目 多写 对于资本积累力指标 以下表述当中正确的有 选择A 反映企业当年所有者权益的一个变动水平 选择A 对了呀 所有者权益 七末 除以七书 体现企业资本的积累能力 也正确 没问题 如果大于一 表明这个数字的权益有所增加 资本呢 有所积累 是企业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 对呀 我们发展能源分析 不就是营业增长力和资本几率率吗 讲第 反映企业资本的保全性和增长性也没问题呀 体现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 体现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 这应该是哪个指标 应该是营业增长率 最大第一 正确答案A B Z和D 四个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五个方面 关于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什么叫做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是杜邦公司最开始用这个思路 用这个具体的模型来进行一系列指标之间逻辑关系的分析 好了 我们前面曾经谈到 有一个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 叫做净资产收益率 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又是以净资产收益率为核心指标来展开 它是以净资产收益率为核心指标 以总资产经历率和权益陈述数为两个方面 重点解释 企业获利能力 以及权益陈述数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以及各指标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好了 我们来稍微把这指标之间的关系给同学们梳理一下 首先对净资产收益率来讲 净资产收益率 写在这儿 它应该等于净利润 再出一个所有的权益 我直接写净利润出一个股东权益吧 出一个股东权益 因为股东权益就等于净资产 好了 现在呢 它说的是 以总资产净利率和权益陈述数为两个方面 你们能不能把这两个指标写下来 总资产净利率 那不就是净利润 再出一个总资产吗 这没问题啊 总资产净利率 而对权益陈述来讲 长期常在能源指标 权益陈述 总资产 再出一个股东权益啊 再出一个股东权益 好了 你看 这两者一相成 这个地方一约 这个地方一约 这个等号成立吧 成立 没问题 好 这是 这样可以 可以这样写 当然了 我们还可以往下面走 那么 现在呢 我们还可以写成 净利润 净利润 再出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出以营业收入 再成立 营业收入 再出以 再出以 总资产 再成立 总资产 再出以股东权益 可不可以这样写啊 可以啊 你看这个地方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约分 总资产 总资产约分 那么还是净利润 再出一个股东权益吗 也可以这样写 好 来 问同学们 净利润 出以营业收入 是什么指标 净利润 出以营业收入 这个指标 叫做 营业净利率啊 营业净利率 好 营业收入 再出一个总资产 假设 没有什么 其他业务收入 我们不管它 这儿的营业收入 就是 主营业务收入 这两个指标相处 这不就是总资产 周转率吗 总资产周转率啊 最后呢 再成一个权益成数 好 营业净利率 反映的是盈利能力 总资产周转率 反映的是营运能力 权益成数 反映的是长期 常在能力 说明什么 说明 净资产收入率 这个指标 它受到企业的 盈利能力的影响 营运能力的影响 常在能力的影响 方方面面对它 都有影响 所以把它 作为一个核心指标 作为 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的 一个起点 朋友们 没意见了吧 综合性 非常自强 好了 那继续此呢 我们就看一下 下面这个图 净资产收入率 可以分解为 总资产净利率 成一个权益成数 总资产净利率 可以分解为 销售净利率 再成一个 总资产净利率 当然这个地方的 销售净利率 叫做营业净利率 都是同一指标 好了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 程程分析 那就是 如果你发现 净资产收入率 出现了问题 可能比较低 那你就分析一下 总资产净利率的影响呢 还是权益成数的影响 如果发现 由于是 总资产净利率的影响 那你就看一下 那就是营业净利率的影响呢 还是总资产周转利率的影响 如果是 总资产周转利率的影响 那你看一下 营业收入 是不是太少了 或者资产总额 是不是太高了 这就是 程程分解 找到最重要的原因 实际上 对于杜邦财务分析体系来讲 和前面的因数分析法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 下面这些因数 最终不就影响 这个总体的结果 净资产净利率吗 好 在这儿呢 我给你们小小的拓展一下 对这个净资产收益率 刚才说了 是净利润 再是一个股东权益 来 根据我们前面 那些指标的命名方法 同学们 给他们定位 命个名字 看能不能够搞定 咱们怎么命名 首先 这是一个比率 这个指标 我们重新命名 一定是个率 什么率 好了 接下来 分子 净利率 我们取两个字 净利 分母 股东权益 我们取两个字 权益 所以我们重新跟他命个名 又可以叫做 权益 净利率 又可以叫做 权益净利率 权益净利率 又等于这儿的 净资产收益率 你看 这些命名方式 实际上都是有规律的 好 我们看下面的单项选择题 动物邦财务分析体系当中的 核心指标是哪一个 那一定是净资产收益率 不用多说 权益 好 看下面的单项选择题 动物邦财务分析体系 揭示的是 什么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你们看一下 哪两个指标相乘 就等于净资产收益率 第二 总资产净利率 总资产净利率 第二个 权益存数 权益存数 这两个指标相乘 就得到净资产收益率 那下面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选项 选项币 获利能力 获利能力 那不是总资产净利率来体现吗 和权益存数 所以正确答案 选择权益 应该是获利能力 以及 写的长期长在能力 在这儿呢 直接 理计为权益存数 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好了 这是这道题目 这道题目结束 我们的第二篇的第六章 二零六零 关于财务分析 也就到此结束 这一章指标比较多 虽然这些指标难度都不算太大 但是 还是需要和你们刻下 做一些小小的梳理 把这些指标 分轮别类给搞定 计算公式给搞定 好 谈到这儿 二零六零 教材金奖班的内容 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